川普和副首范斯来到乔治亚州亚特兰大 在造势活动上一开口就炮红贺吉利 川普更呛四个月前贺吉利根本是一名毫无能力的副总统 如今却被新闻媒体大力哄抬盛事 川普也持续在贺吉利的名字上 大做文章 美国总统大选白热化 两党候选人原本表定将在9月10号 在ABC新闻台主办的辩论会上进行一场唇枪舌战 然而川普却PO文说要换主办电视台 对此贺吉利则是在X平台上嘲讽川普说 怎么现在变成要在特定时间 在特定能让他感到安全的地点才肯辩论真的有意思 他还强调9月10号不见不散 与此同时还传出贺吉利正在整顿竞选团队阵容 迅速将拜登的人马撤换掉 改聘请前总统欧巴马的选战老将班底 CNN也指出贺吉利预计将在下周二 在宾州费城的造势活动上公布他的副手人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in